玉旅高中电子商务科 12月11号举办了爱心义卖活动 而义卖所得全数捐赠 玉旅高中的教育储蓄专户 协助预告需要帮助的学生 也让孩子安心的就学 校长也提供了多项的物品义卖 一开卖 学校老师买走了三项物品 并且还加码 加购 爱心是不落人厚 蛮有质感的 是实践组的一个组合 玉旅高中校长拿着麦克风 仔细介绍他提供的茶杯组 一旁老师听到毫不犹豫举手 把他买回去 原本校长开价300块 不过老师一口气喊出了1000元 原来这是玉旅高中电商科 办理的爱心义卖活动 全校师生都来响应这项活动 因为义卖所得将全数捐赠 玉旅高中的教育储蓄专户 协助预高需要帮助的学生 让孩子安心就学 所有的义卖所得要捐给我们学校教育储蓄专户 让他发挥更大的功能 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借助大家的双手来感谢小四哥 参耕基金会 谢谢 去年的格子铺计划经营开始到现在的义卖活动 目的是要让电商科的学生从学中做 做中学奠定未来创业的基础 并学习如何经营与管理企业 我们这次由三个年级共同来参与 希望由三年级的学长姐 带领着一二年级的学弟妹 共同为这个活动尽心尽力 那最希望的是我们科的学生 将来毕业之后 除了升学或是就业以外 更能带着善良正确的人生观 去面对未来的环境 懂得付出 懂得奉献 义卖商品多样化 从大型娃娃、惊喜包、二手衣物、彩妆品等等 到处都有 让成效师生都前来选购 并且也都不怕价格太高 因为只要买出一件物品 就是在做爱心 现场的师生脸上笑容都藏不住 爱心不落人后 记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报导